你今天都没碰过来 嫂子 我哥不在家吗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没有 你哥的电话 喂 你放心吧 前我已经接到了 嗯 小茶 你哥等一下就下班了 你先在这里等会 我先出去买个菜 好 彩晨 饿坏了吧 嗯 彩晨 彩晨 奇怪 老婆 我回来 回来啦 那我去吃饭了 不用 我今天让你借到的钱 怎么样啊 接到了 这我帮你呢 我拿给你 钱呢 怎么不见了 你是不是记错了 放在其他地方去了 没记错 我明明就是放在这里的呀 怎么不见了 奇怪了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借到钱 故意说出来骗我的 借到了 我爸妈给我了 行了 别说了 钱的事情我自己想办 小夏 小夏 这钱怎么不见了呢 小夏 嫂子 最近过得怎么样 过得还行 听说你在城里混得挺好的 嫂子 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 其实当年 我 以前的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就别提了 嫂子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很久 但是 我还是要跟你坦白 其实当年 你家贴的那点钱 就是我拿的 什么钱不钱的 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都不记得了 当年我跟朋友们做生意 亏了很多钱 别人上门要债 多亏了很大点钱 才有我现在 其实我当初来找你们 就来找你们借钱了 但是我没想到 你们也在借钱 我是实在没办法 才拉到你的钱 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我当初把钱借回来 就放在包里 就去买菜了 我去买个菜回来 你人不见了 钱也不见了 那你知道 你为什么不跟我哥说啊 他才不会这么久 钱都拿走了 就没必要说了 再说了 我要是跟你哥说了 会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嫂子 都怪我不懂事 派你收回去吧 财神 其实这也不怪你 你不用内疚 你哥拿了一钱 也是拿去喝酒 还不如留给你去做点事 你看你现在这么成功 那钱没白丢 嫂子 这在台里有二十了 你拿着了 这么多钱我不能要 嫂子 你就拿着吧 你要是不拿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发心啊 你知道吗 你不只是我的嫂子 你还是我的姐姐呢 别说那么多 我不是一家人 既然都是一家人 那你啊 就应该拿着 不要见外了啊 好 有